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战斗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在对战完全生命体夜夫的时候 麦克斯用尽了浑身解数也搞不定怪兽 用什么攻击怪兽怪兽都能学会 最后一个小女孩吹起了笛字 夜夫也随之变成了演奏的乐器 麦克斯趁机引导女孩上了车准备送他们离开 结果太紧张了 手一朵把车给掉了 我的神呢 那一刻麦克斯像犯罪的孩子一样 又醇又尴尬的 让人差点笑出了内伤 杰德奥特曼 在杰德奥特曼TV剧中 有一期的剧情非常搞笑 在斯特伦姆光榜的加持下 附近书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大 轻松压制住杰德原始形态 直接用手掐住杰德的脖子 按住杰德在山坡上摩擦摩擦 把杰德奥特曼给气坏了 抓起一块石头就朝怪兽扔了去 尼尔斯奥特曼 在对战合体恐龙迪纳斯王的时候 尼尔斯骑在怪兽的背上 结果控制他被怪兽用尾巴给甩了下来 直接滚到别人新盖的房子上 把人家房子给压塌了 这下可把尼尔斯吓坏了 当时尼尔斯奥特曼连怪兽都不打了 小心翼翼地趴在地上搭房子 试图把房子恢复原貌 眼看快盖好了 结果怪兽一出手又被尼尔斯压垮了 尼尔斯认真起来的样子就像个小孩一样 真是太可爱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了 你觉得谁才是最滑稽搞笑的奥特曼呢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同时别忘记点赞和关注我们哦 下次节目更精彩 拜拜